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7日 彭美拉斯适应塔奇拉 南美自由悲分组赛 周四早上继续迎来角逐 届时二组方面 彭美拉斯将交手塔奇拉 论实力论经验 彭美拉斯都在塔奇拉之上 加上从以往的交锋记录来看 彭美拉斯都是占优的一方 看好彭美拉斯此番能够获胜 虽然塔奇拉能够在委内瑞拉国内 存在一定的竞争力 但在南美范围内 他们的实力就较为有限 首先在自由悲经验方面 塔奇拉队是一共25次参与自由悲的角逐 但杀入到16强或以上的次数只有4次 其余绝大部分时间 球队都只不外围赛 就算从2020年起 球队每一年都能有份踢自由悲 但前借他们倒在了外围赛 而上界一只不过是以小组第三草草收场 更为不利的是 早在2005以及2006年 塔奇拉就已经在自由悲上 和彭美拉斯有过交手记录 只可惜球队四次和后者交锋已全败收场 其中有二场进攻端一球不失 而防守端每场最少入二球 足以见得两队之间较大的实力差距 时过境迁 即使时代在发展 当今各国的足球水平亦一并发展 但坦白讲委内瑞拉联赛的整体水平远远不如巴西 因此作为委内瑞拉的队伍 在面对巴甲队伍时本身就存在较大劣势 因此并不堪好塔奇拉此番能够取胜 作为巴甲豪强 彭美拉斯自然拥有不俗的竞争力 虽然上赛季仅以第三名的成绩告别联赛 但在刚刚结束的巴西圣保罗省联赛中 彭美拉斯在决赛首回合一比三陷入被动的情况下 赐回合狂胜圣保罗4比0 最终完成逆袭并夺得对史第24座巴西圣保罗省联赛的冠军奖杯 是该向赛事中夺冠次数第二多的队伍 夺冠过后固然能够令人暂时忘记上季联赛失贯的悲痛 从而用更好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自由杯赛事 拉菲尔维加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彭美拉斯阵中的绝对核心 皆因他最近脚锋不俗频频为球队送出入球的同时 上仗更能在下半场完成没开二度 成为彭美拉斯逆袭夺冠的一大功臣 另外彭美拉斯进攻火力不俗 球队在最近六场赛事中军场能够交出二球 其进攻端固然有保证 综上所述 此番还是更为堪好彭美拉斯能够取得开门红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终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